在外宠成公主 在家却当成保姆 这难道就是贾乃亮所谓的深情 在这里小鹿时 贾乃亮会每天嘘寒问暖 用尽方法逗她开心 为了表示重视 还在颁奖礼上直接求婚 这大场面给足了李小鹿面子 然而看似深情的背后 在拿到结婚证后 贾乃亮就立马变了脸 她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这一番转变打得李小鹿措手不及 就像小孩子得到了心爱的玩具 可得到后她却不珍惜 她明知道自己做错了 然后她不爱道歉 然后就说需要什么道歉啊 道歉就淡了 两个人的感情就是需要道歉吧 刚完婚第二天 贾乃亮就扔下怀孕六个月的妻子 跑去工作 李小鹿怀孕期间也没人照顾 只能吃汉堡 六个月结的婚 然后第二天 她就飞去现场拍戏了 洞房新娘啊 捧着肚子在家里哭 一边立着宠妻人设 一边却又忘记给生产的妻子打无痛 疼得李小鹿都难以呼吸 我没有上麻醉泡 也忘了吃止痛药 就疼到我就忘了呼吸 就那种 除了宠妻 她还有一个人设就是超级奶爸 可在某综艺上面对医生 对甜心的询问 贾乃亮却一问三不知 现在奶吃的怎么样啊 她睡觉怎么样啊 排便大概一天几次知道吗 现在跑怎么样 而李小鹿却能对答如流 显然家里都是妈妈在照顾孩子 现在能整夜睡觉吗 她跟我睡的时候基本上能整夜 现在平常白天吃几次奶 三顿 有的时候两顿 平常是一天排几次便 平常一天一次 一天一次 所以这样的申请 不要也罢 用洗脚水泼脸叫醒 黄明浩用一个动作 挽救了差点结束在20岁这一年的演艺生涯 在某七级线挑战中 年纪最小的黄明浩被节目组赋予了哥哥们的叫醒业务 这份任务可是吃力不讨好 而且节目组为了节目效果还设置了各种道具 冷水浇头 洒血等等 在黄明浩端着一盆冷水给雷佳音泡脚后 又被告知这一盆洗脚水还大有用处 需要用它来泼醒甲奶量 这么重口味的挑战大家都纷纷避让 这很明显 只要谁做了就意味着会永远得罪那个人 可此时只有黄明浩跃跃欲试 还主动揽下了这个脏活 不出意外的话 甲奶量将会因洗脚水浇头上热搜 可真正到惩罚的那一刻 黄明浩把水全倒在了自己身上 只有少数一些水珠捡了出来 而且根据慢动作也能看出 在水泼出去的那一刻 黄明浩有一个往回收的姿势 而王迅作为其中年纪最大的 雷佳音则毫不客气的把水浇在他的头上 郭京飞在睡眠中也被扣了一头的血 相比较而言黄明浩做的已经很不错了 但节目播出后 他还是遭到了谩骂 不是因为他不够贴心 而是骂他素颜丑 当时黄明浩刚起床就被喊了起来 皮肤灰暗 嘴唇毫无血色 可舞台上那个帅气精致的他有很大差距 于是不少人就开始攻击他这一点 可在光鲜亮丽下 是他连轴转的不停工作 刚出道公司为了让他多露脸 给他安排了满满荡荡的工作 甚至因为业务太满 工作都发生了重叠 其他队友都能发专辑的时候 黄明浩却在到处跑通告 而同为艺人的孔雪儿 也会因为工作太忙 在节目里崩溃大哭 所以这也不算是不敬业 虽然素颜没能到达大家的期许 但是他也在尽力做到最好 这是郭麒麟此生最屈辱的时刻 在第13届电影展上 朱亚文又一次陪跑颗粒无收 本就一枪怒火 在接到主办方的临时节目后 朱亚文就借着表演对台下开炮 这么明显的指向 显然是在内涵郭麒麟 因为他是场上唯一的相声演员 随后朱亚文又全场寻找郭麒麟 向他道歉 但是这充满挑衅的话 显然不是诚心道歉 郭麒麟也忍不住想开口回击 但是朱亚文却丝毫不给他机会 郭麒麟的笑容已经僵在了脸上 显然这样的场合不适合开这样的玩笑 然而朱亚文不依不饶 又把郭德纲拉出来开炫 这种伦理梗 虽然相声台上很常见 但朱亚文的语气却不像是在开玩笑 郭麒麟忍无可忍 站起来回怼 各位导演 看看这样的演员演的好人物吗 郭麒麟的语气明显不悦 但朱亚文还没想放过他 再次出口挤兑郭德纲的电影 讽刺他拍的都是烂片 有时间一定请家父 来到咱们悉宁走走 来first坐坐 常来常往 你们家电影在肚瓣的评分才有的往上涨 众所周知 郭德纲是相声演员 虽然拍摄过几部电影 但是豆瓣的评分全都没及格 这样不是当众让他下不来台 可是冷静过后 郭麒麟还是用自己的教养 礼貌的回复了他 我们争取吧 我和我父亲都有一个电影梦 我们争取 我们继续能逐梦演一圈 还是郭麒麟谦虚 这要是老郭在场啊 恐怕朱亚文就很难下台了